娱乐圈内风风雨雨,有人一炮而红,一朝呼风唤雨,粉丝遍地,有人默默无名,终其一生在努力出人头地,有人红了之后,又从云端跌入谷底,甚至翻不起身来,无数人蜂拥而至,想要在这个光鲜亮丽的娱乐圈中混出一片天地来,真的有那么容易吗?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一个明星,肖战,一个从岌岌无名的小透明,到娱乐圈中炙手可热的当红明星,爱豆成功转型演员,他的娱乐圈之路是怎样呢? 要说2019年是肖战爆红的一年,那么2020年是肖战最低谷的一年,一场突如其来的网络风暴席卷了肖战,让他站在众矢之地,无数的言语辱骂,口诛笔伐向他迎面扑来,那场网报确实让他经历了许多。 走到了最低谷处,本来拥有的品牌代言纷纷解约,能够留下来的也是所剩无几,即将官宣的代言也全部解约,就在人人都以为他将无力翻身之时,他前期磨练演技,凭借着自身优秀的品格。 2021年逆风翻盘,王者归来,出席活动时热度冲天,官宣品牌代言时买空店铺,带着品牌方走上市区热搜,这些在肖战上真不是新鲜事。 每次官宣都能看到品牌方乐弯了腰,真觉得是签约到宝贝了,普通的产品买到空库存也就罢了,高奢产品也能给买空卖断货,稍微慢一点都要等预约,可见肖战粉丝的购买能力。 线上火爆,线下的各个门店也有很多人选购,店里的工作人员直呼,开业的时候都没有官宣代言人,这天来购买的人多。 更有带货的主播李佳琪说NARS的流量特别大,产品根本不愁卖,可见肖战的带货能力有多厉害,也吸引了很多以前不化妆的人都开始买彩妆产品学习化妆,不仅仅是粉丝购买,还有很多人只要肖战官宣代言就会蜂拥而至。 图的就是产品质量和福利优惠,这股神秘势力也是不可小觑。肖战。